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上世纪7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爱沙尼亚 两个军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今天为大家点评剧情片《玉火鸟 Firebird》 以下电影画面由Roadside Attractions提供 1977年爱沙尼亚的一个基地 快退役的Sage还在摸索退伍后的事业抉择 正要和基地中的女友Louisa告别之际 基地迎来了军官机师Roman Sage和Roman发现彼此对摄影和冲印照片有兴趣 Sage也被指示照顾军官 两人一起的时间也就多了 Roman郡帅的外貌和对Sage的细心交往 也激发Sage心中一种全新的感觉 但是当时军中对同性有亲密举动 也会被判处劳改多年 这段恋情也面对呆滞威胁 Sage之后到莫斯科学演戏 Roman更和Louisa结了婚 这段三角恋如何了结 这是一段改编自真实世纪的故事 在世界上好多阳刚未农的地方也经常会被挖掘出来的故事 有情人因为时事弄人无法成眷属的例子不计其数 这则故事也叫人感动 导演Peter Rebain 坦言被这具有人性的故事吸引 不单是其中的悲伤 当时环境的艰难 还在被压迫的环境中存在对彼此真心的热情 Rebain 对故事角色有非常强烈的感觉 我认为人的故事是只能与其他人的悲伤 与其他状态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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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他们的状态 当时就一心想要参与这部电影的拍摄 当我结束的时候 是很困难的感觉 我感到很惰讶 我会哭 我明白这部电影很强烈的故事 我不会怎么做 但我希望能成为这部电影 而饰演军人的Tom Pryor 也是剧本创作人之一 有和故事中的Sergei本人见过面 Sergei离世的时候 Pryor也有到他的丧礼 当时承诺要保存对Sergei的记忆 而对剧情的了解 也是演出角色时 准备工作的一个另类方式 我去他的生日 那意味着我有一种的信心 我当他生日 我会做的 我会供应对你的记忆 导演Peter Rubin选择用英语拍摄 感觉有时演出 带有些举的不流畅 或许剪辑方面 有可以绑紧镜头的空间 三角链中的人物形象好好 是选角上的亮点 英国演员Tom Pryor 演活Sergei发掘自己的惊奇 而演机师乌克兰籍的Oleg Zogorotny 镜头前的魅力 让人轻易了解 为什么这人物会这么叫人着迷 谈到电影简单的美术设计 也将观众回到冷战期的环境中 沉浸在怀旧年代中 可惜的是 东欧今天的战事 加上俄罗斯回到打压 同志社群的年代 要人对其他人的不幸感到遗憾 我尽量了你很难忘了 但我没办法 《御火鸟》 《火鸟》 要人们联想到 50年来的社会演变 能否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因为时代不同 而不是个人能够控制 电影满分5分钟 能得四分值的强力推荐 电影目前在伯克莱的 《Rialto Elmwood》戏院上映 《Rialto Elmwood》 《Rialto Elmwood》 《Rialto Elmwood》